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我们在上海的原神体育馆为大家介绍的2009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今天大家看到的是第二轮的比赛 那么在转播场地马上要进行的是一场混合双打的比赛 本次比赛的卫冕冠军也是世界一号种子 套运会的冠军李龙大和李肖珍迎战地尼选手林培雷和中华台北选手程文新的一对组合 这场比赛的主材是来自中国的焦育鹅 这次混双比赛呢 三号种子 中国队的 何汉斌和豫阳在第一场比赛 第一轮是输给了英格兰的克拉克和克罗格 让他们被淘汰了 那么进入第二轮的中国队的选手 还有四队 但是在上半区就是李龙大李肖珍这一队 只有一队年轻选手陶家明和田青 另外三队都是在厦门区 现在双方的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穿着黄色运动上衣的是韩国队的李龙大和李肖珍 穿着红色上衣的是林培雷和陈文新 林培雷是印尼的选手 陈文新是中华台北的选手 他们这也是一个临时的组合 一个新的组合 那林培雷是世界双打的名将 也是一位老队员 他曾经在世锦赛上获得过第三 在北京奥运会上 他和马丽莎配队是进入了四强 当时他们是在半决赛里面 险些淘汰李龙大和李肖珍 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优势 但是在这个领先的情况下 心态应该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结果被李龙大李肖珍逆转取胜 最后李龙大李肖珍获得了冠军 而林培雷和马丽莎 在最后争夺第三的比赛当中 也没有能够取得胜利 最后输给了何寒冰和于洋 这让他们是以第四的成绩 奥运第四 林培雷应该说结束了 在印尼国家队的这个征战的生涯 林培雷是左手握拍 他的技术也非常细腻 很传统的这种印尼选手的 印尼双打选手的这种搭法 球路的变化非常突然 直线和对角线的结合也是很漂亮 他的搭档陈文新 也是中华台北队的女双的主力 那么这个组合 相信对陈文新来说 能够和世锦赛奥运会 都进入过四强的老将林培雷来搭档 对于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能够学到不少东西 领绒大理校真的大家也非常了解 这对奥运会的冠军 他们的个人能力都很强 攻守能力非常平均 尤其是防守反击 是他们非常擅长的 发球失误 三比三 李龙大发球 这球没有形成默契 林培雷把球奋力调起来 韩国队准备轮转 但是在这个轮转当中 他们没有能够很成功 这样被对方打了 他们一个攻守转换当中的得分 陈文新这个反抽非常突然 那么李龙大也是刚才这个球 是习惯性的挑到对角线方向 刚好赶上林培雷是一个左手 点杀得分 好球 成功的轮转 最后掉一个往前的空档 没有过来 中国队混双组的两位教练 陈兴东和贺向阳 现在韩国队呢 也是注意到 因为对方也是这种 临时的新的搭档 所以都是想办法 先把陈文新拉到后场 那么由于林培雷和陈文新 不是固定的组合 所以他们在轮转的时候 不是那么熟练 只要把陈文新先拉到后场 韩国队就有很好的得分机会 这球陈文新的揭发球不好 韩国队的教练 漂亮 陈文新封头顶 球抓得非常好 李隆大在 李孝珍在往前看得不错 反强 轻点中路 找机会轮转 一直是没有给韩国队机会这种轮转 最后李孝珍凭借自己个人的能力 打得很耐心 一直利用轻杀和点杀 保持着下压 最后劈掉一个对角 陈文新这个球的站位过于偏后 刚刚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失利的王一函 在场下是表情非常的不爽 张宁也在跟他总结一些上一场的比赛 把后场没有奏向 听佩蕾耐心的防守 调动对方 反击机会 平抽 李小针还是不错 另一个挡网 还是使韩国队进攻 好球 这段比赛感觉 李荣大和李孝珍 还是在出球的这个球路上 目的性非常强 都限制了对方的进攻 再加上林佩蕾和陈文心 还是在整个的配合上 有些球还是欠默契 所以失去了一些机会 机会 李荣大的防守能力很强 漂亮 这是林佩蕾和陈文心的得分机会 但是韩国选手 充分体现了他们的防守能力 特别是李荣大 双方打到了11比6 李荣大和李孝珍领先 林佩蕾在奥运会半决赛当中放虎归山 最后使韩国队获得了混双的金牌 本来也是印尼队间接地丢掉了一枚混双的金牌 接发球假动作 在这种世界最高水平的对阵当中 面对对手是奥运会的冠军 世界排名第一 仍然能够通过接发球假动作直接得分 可以体现出林佩蕾的这种技巧性 非常出色 但是李荣大也回敬他一分 打到李荣大的反派位置之后 林佩蕾认为对方只能过度往前 结果猜错了 李荣大在这次比赛当中还是肩像男双和混双 他和郑在城的这个男双组合将会在今天晚上迎战中国的一队男双选手 孙君杰和陶家明 林佩蕾连续的 林佩蕾的这个防守也是很漂亮 球拍绕到背后的一个接杀 挡网的质量还是不错 但是现在陈文欣的防守比较薄弱 尽管林佩蕾球都是挑到直线方向 我们来看刚才这个漂亮的接杀 但是李荣大劈对角 陈文欣的防守质量仍然是不高的 猜出来了 李孝珍的动作过于明显 可以看 做了一个停顿 但是林佩蕾已经提前于他启动 他球可能还没有离开拍子 林佩蕾已经一步跨到了往前 也可能正是因为看到林佩蕾已经启动 所以李孝珍刚才的出手 一下被对方吓着 结果出球质量比较差 停抽非常硬 那么林佩蕾也是上世纪90年代 印度尼西亚南队 辉煌时期所留下的 现在仍然在征战语谈不多的选手 他比陈甲亮他们还要早一两批 那么从他身上也可以看到 当年印尼男双的强大 当年林佩蕾在印尼国家队都打不上主力 最后为了能够保持自己的状态 和多打一些比赛 他和徐永贤一起代表英国队 代表英格兰语鞋 打了印尼新鲜年的国际比赛 当时一个印尼国家队 在同一批的选手里头 都排不上的选手 就是说的这个 他反正是打不上主力的一个选手 但现在这个年龄 仍然在世界语谈 能够取得一些比较好的成绩 这也是一个侧面 反映说当年印尼男双的 这种整体实力的强大 场上的这四个人的组合 那程温馨还是显得要弱一些 他的整体实力 刚才这球虽然是 林培雷 然后勾对脚没有打好 但是主要还是 程温馨失去位置 林培雷来给他补位 这球本来是韩国队 就有一个得分的机会 但是李孝珍 球打的力量大了一点 出了底线 好球漂亮 第二次程温馨在头顶区 封住李龙大的直线回球 这个显然他对李龙大的了解 要多于李龙大对他的了解 动作太大了 很好的机会 韩国队的教练员坐在右边穿着黄色领子运动服的是金学军 轻轻的一个挡网 结果没有过 成文新风头顶的这个意识和能力还不错 好球 连续的防 剑内 这球四线判剑内 李龙大和李孝珍 刚才这一分双方打得很精彩 拍数非常多 双方打成了16平 连续的队把球回到这个直线方向 把李孝珍拉在后场 找机会反击 反拍放网 没有机会 李孝珍批大对角 结果失误 今天这场比赛 李龙大和李孝珍在场上还是遇到了对手 像林培雷在场上的一些球路 这个球只要是打到林培雷的手上 他的控制能力还是很强 陈文新的防守还是显得略显薄弱一些 而且林培雷显得非常全面 在场上这场比赛 他的发抢也非常好 防守能力也很突出 反拍过度 韩国队的机会 很不是时候的球拍线断了 自己的一个失误 刚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反拍半场 就是李孝珍在往前碰到林培雷的时候 他往前也抢不出什么机会来 双方打到18比17 林培雷和陈文新领先 好球 没有攻死 把程维新拉在后场 轮转 机会漂亮 杀追身 这球杀的线路比较长 李隆大接完之后 也回头看了一眼底线 如果他让开的话 也有可能出界 球已经到了他的内部 比内部还高的一个位置 接完之后 马上回过神了 回头看了一眼底线 双打比赛就是球来回非常快 要在更短的 比单打更短的时间 做出反应 接发球不错 推中路 林培雷球还是没有能够挑到底线 波半场 李隆大这个出球的质量比较差 林培雷和程文新的局点 好球 顺手挡一个对角 21比18 林培雷和程文新先胜了第一局 第一局呢 还是林佩蕾基本上在场上 控制了整个场上的这个节奏 他的出手让韩国队很难判断 体现了一名选手手上技术比较细腻 动作小 然后变化多的这种特点 韩国队一直是在跟着对方的节奏走 那么陈文新呢 尽管和林佩蕾两个人在配合上有些问题 而且他在第一局的防守方面 也还暴露出比较多的弱点 但是封网 特别是封自己的反手区 非常凶 也给自己这一边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林佩蕾在第一局比赛当中 他的无论他的分球 整个球路的组织 还有他的防守能力 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在这个奥运会的比赛里面 其实他和玛丽莎组合 对阵李龙大李孝珍的半决赛当中 是非常好的赢球的机会 最终是在心理上 没有能够顶住 领先的情况下 心态变化 最终是被队手翻盘 白不复权 全域 7-2-1 球员现在发球的时候很喜欢结合偷发后场 球拦掉直线 腾文心封网的移动还是很积极很快 碰网了 很开放网下压 好球 这个前后场的两个人的配合非常好 批对角然后前场的同伴去抓直线封网 进攻的时候呢 对这个尽管是配合不是特别好的 这个组合来说进攻的时候还是这种配合相对简单 所以就能弥补一些他们配合时间不长的弱点 对小阵地识悟 打碰一下 看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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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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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网球 程文心连着两个发球的质量太差 而且高出太多了 完全不是一个职业选手应有的水平 发球的时候心理作用也影响很大 好球 放一个往前的空档 封网连续封头顶 漂亮 程文心的头顶区封的确实很好 因为林培雷再一个他是左手握派 所以李荣大李乔珍在有些过去训练比赛当中 很习惯的一些出球线路 面对对方如果男选手是个右手的话 打到对方的头顶区自己会比较安全 但是林培雷他是个左手 有的时候你平时的那些习惯过去 刚好是他的正手 这一机以后 reach你 entity time is ov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路 已经出现了机会 但是陈文新还是往前扑杀失误 已经第二次 轻拍自己一下 轻拍自己一个耳光了 这个球案还是显示出 实际上体现出 就是中华台北队 他们和印尼队和韩国队相比 尽管这个失误是出现在 陈文新一个人身上 但是可以看出这三支队伍 他的水平的整体的差距 中华台北队的整个的水平 还是显得要差一些 技术上比较粗糙一点 陈文新现在往前呢 还是有打的好的地方 但是有一些不该出现的失误 也出现的比较多 二号场地下面进行的是男子单打的比赛 连续防守 最后还是陈文新没有防住 由纳李孝珍也是会在比赛当中发现这一点 所以有机会的话会多攻陈文新这边出现了很多机会 这次比赛前面女单的时候 杨内明教练也给大家介绍了 而且到这次到上海之后天气确实还是比较阴冷 我们自己在打球的时候也是感觉球速比较慢 所以像李龙大刚才虽然是有些球全力在杀 但是还是杀不死 只能是寻找多工人 攻陈文新这边 球速偏慢对双打是非常有好处的 特别是男双和混双 会使这个比赛变得非常精彩 杀对方的两个人中路 跟张佩华发球裁判员 皮帕克泰国 一个阶aki隐忧 一位学的设计 这位好处 双方继续比赛 李绒带又换了一把球拍 没有拉到位 被林佩蕾反击 双方继续比赛 10比12 双方继续比赛 运气球 123 10 2 1 3 3 3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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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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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龙大的一些球路还是习惯球路 出来的太多了 被程文新抓了不少 其实韩国队攻的还是非常辛苦 因为球村办的情况下不容易打死 而且李隆大并不是那种进攻力量非常大的选手 本身力量素质不是特别好 很多拍但是韩国队都打不死 林培雷非常耐心 知道你打不死我 漂亮 当比赛打到现在呢 还是在场上林培雷他们很明确 在对方李隆大的他整个的进攻的能力 还是相对他的其他技术环节来说 是比较薄弱的 就是一种进攻的绝对实力 他还不是在现在的男双里面排在前面的 他估计得排在前五以后 所以林培雷和程文新在防守的时候非常耐心 这两个底线来调动李隆大 只要把球打得足够深远 足够到位 李隆大很难直接攻出机会 所以目前还是暴露了李隆大 在这种强攻能力上比较偏弱的一个弱点 林培雷和程文新也选择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战术 这样双方打成了13屏 擦网球 反击 挡直线 还有机会 下压 机会 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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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膽在一个抓攻手转换的这个时间 在这个时间的得分也挺多的 谁能够抓得好谁就容易在场上多得分 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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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我们看林培雷在进攻的时候呢 他的进攻的线路没有李隆大那么单一 李隆大可能是有一些急躁 所以就是所有的球都是全力去中杀 就只有这一种手段 但是林培雷在进攻的时候 他的杀球长短落点轻重的这种变化比较多 刚才林培雷的球拍也现打断了 这场球由于双方都是很 在进攻上打对方的时候都要使出全力来扣杀 也杀不出太快的球速 那可能两名男选手都是发力发得非常狠 两人都出现了球拍拍线打断的情况 这场球的球拍摄 这场球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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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突然推向李孝珍的追身 造成李孝珍的失误 半场球 李孝珍也是做最后背水一战 第一局他们已经输掉了 现在双方第二局打到16平 李孝珍在场上整个的心态还是显得有一些偏急躁 陈文新回球出界 还是通过攻陈文新来出现机会 李孝珍可能也是发现这个林佩蕾的防守确实风雨不透 刚才两拍都是对角线方向直接攻陈文新出现得分机会 刚才这一分林佩蕾判断失误 球是在界内 这样李孝大李孝珍连续得分19比17 20比17 韩国队终于获得了局点 有一和 诈监制 搅拢 靠不玩 前宋 小朋友评抽 最后程文新失误 最后这个十六平之后 韩国队得的五分里面有三分 都是通过程文新这边出现漏洞来得分 最终他们是21比17扳回了一局 双方打成了一比一平 双方打成了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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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比0 看一局韩国队一下取得了领线 注意力令佩蕾和程文新没有马上集中到这个比赛当中来 经过了间歇之后 这个局间的休息之后 连续的五位15 都是在发接发当中前几拍 前三拍 前五拍就丢分了 很漂亮 封对方的平球球6比0 所以这个只是大概不到两分钟的一个时间 林佩蕾和程文新在学生局里面 注意力不够集中 一下变成了0比6 0比7 这就很困难 这些都没有什么拍数 都是在揭发球直接失误就有两分 半会一分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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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 李隆大现在还是靠年轻 88年出生 只有21岁 靠年轻体力好 所以现在在这个肩像混双和男双方面 他还能够坚持得住 但是和韩国队过去像京东文他们相比 他在这个整个场上的技术 技术能力和对场上大局的控制 还是显得要差一点 像这场比赛 其实李隆大就打得非常辛苦 9-1 9-1 2-9 9-1 在平抽里面呢 韩国队李孝珍也注意了正手的封堵 已经平抽里面在 封住了对方很多个反抽的 平抽的这种球 这个比分对于李隆大李孝珍来说 还是比较 有希望 出了边线 11-4 双方的决战局交换场地 在第二轮的混双比赛 这个对阵是李隆大李孝珍 对林培雷 陈文新 接下来是陶家明和田青 对日本的池田信太郎和朝天灵子 科拉克英烈 柯拉克克 英格兰选手 对中华台北的陈鸿林 和周嘉琪 Tsai 对日本的格拉克 的安德克克 在下半区 正波马劲 对 波兰的马特乌西亚克 然后中国的陈志奔和张靖康 迎战中华台北的李胜木和简玉姐 马来西亚的古剑杰和黄佩蒂 对阵中国的年轻选手张楠和赵云磊 然后还有韩国的一队 对阵印尼的德文和纳西尔 在下半区中国的混双除了正波马进之外 有两队年轻的组合 球出界 韩国队打了一个7比0 所以后面的这个球就显得有点不大有悬念 这是美球得分制带来的一个结果 带来的这样一个后果 那么整场比赛来看呢 还是韩国队在第一局 前一局半的这种不适应之后 在后面还是逐渐适应了对方的球路 特别是林佩雷这个左手 选手 他的一些球路 对对方比较适应 后面 抓对方的回球 抓了很多 而且也限制了林佩雷的进攻 很漂亮 林佩雷这个球有点去猜球了 以为对方会放我 李小珍这个球很漂亮 手上的动作很隐蔽 在这场比赛之后呢 转播场地三号场地 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南单的比赛 第二轮 中国的陈金对中华台北的谢玉兴 16-5 17-5 在混双方面 今天正波马进面对的 也是一对比较有实力的选手 波兰的选手 马特夫西亚克和科斯提奇克 18-5 如果能够过关之后呢 在这半区还是没有太强的选手 印尼的诺瓦 是在 19-5 已经早有退役 这次比赛 印尼队也是给纳西尔 配了一个年轻的选手 德文 那么他们是没有积分的 所以不是种子选手 上门区 陶家明和田青要想杀出来 还是有比较大的困难 第二轮 他们碰到的池田新泰兰和朝天领子 就是一对很难战胜的组合 在这个上半区呢 克拉克和克罗格以及 爱德克克和怀特这两队英国组合 也是比较引人注目的 韩国内获得了场点 由于在决胜局一开局 也就是从时间上来看 也就是两分钟左右的一个 一个林佩蕾和陈文鑫 在注意力上的不集中 突然的失去了状态 把前面的整个的比赛的 努力全都复制中流 低调失误 最终是21比7 韩国的李隆大和李孝珍 先输一局的情况下 连班两局 耗时52分钟 战胜了林佩蕾和陈文鑫 这队组合晋级八强 那么在这场比赛之后 将会进行的是南丹的第二轮 陈金对中华台北选手谢玉清 我们稍后再回来 谢谢